第39章 布局 自由联盟的核心 400多位强大存在聚集 石化岛主更是直接道 人类的答复 每一位宇宙之主应该都知晓了 即使少数不知道的几位 相信现在和其他宇宙之主交谈 也必定都明白了 既然如此 我等该怎么抉择 诸位都说说吧 人类族群实在太嚣张 根本没将我们自由联盟放在眼里 现如今 放眼原始宇宙 我自由联盟才是最强的 若是没我们帮助 他们将在原始宇宙无法立足 人类到底有什么屏障 竟然敢这般嚣张 一点退路都不留 真是找死 顿时有一些脾气暴躁的宇宙之主 直接咆哮起来 自从自由联盟成立 他们便感觉在原始宇宙 他们地位不同了 不再是过去弱小的闲散族群了 而是强大的自由联盟 他们认定了 人类必定得求他们 所以充满信心 可这次人类的答复 自然让他们都怒了 当一些高声咆哮时 也有些宇宙之主 彼此暗中交谈 叶燕 你们那一派怎么想的 怎么想 其实我们困在宇宙之主 已经很久很久了 能成宇宙最强者 才是我们当前最急需的 至于成为宇宙最强者极限 离我们还遥远得很 我们整个自由联盟 最想要达到最强者极限的是 那位史话岛主 对我们而言 其实人类给予的条件 也够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只是史话影响力不小 绝对不会轻易答应的 嗯 还有些过去遭到 巅峰族群欺辱的 一些自信心爆炸的家伙们 自认现在了不起 也是站在史话岛主那边的 史话岛主坐着 看着争论发生 他目光扫过密密麻麻 四百多位宇宙之主 自由联盟虽然庞大 可正因为太庞大 且有些彼此还有着生死大仇 只是因为此次两大阵营压迫缘故 才联合实际上 内部的派系之多 之混乱 这些派系 有些激进 过于自信 有些胆怯 还如当初那般 仰视巅峰族群 不敢轻易得罪 有些沉稳 有些狡猾 史话岛主暗道 要想让他们都听我的 很难 得想办法 让他们都此次这一问题上 站在我这边 必须得逼得人类 交出修炼到宇宙最强者 极限的传承讯息 宇宙之主们 寿命无比漫长 而此次事情又无比关键 自由联盟内部派系又多 特别有些派系 彼此就很不对盘 各种争论 就算史话岛主也控制不住 竟然足足争议了半个月 也依旧未曾谁能说服谁 这么多宇宙之主 有野心的不少 史话岛主却很少发言 他一直悄然观察 自由联盟这么强大的势力 肯定有不少家伙 想要掌控这股势力 就像北疆联盟 盟主纯粹是挂名的梅石权 有石权的是星河之主 黑莲之主 刘兰星主 现在自由联盟内部 一些有野心的 显然也是 妄图将史话岛主 弄到一边去 让史话岛主 成为一个纯挂名的 而史话岛主 自然不会甘心 让自己手中的权力被夺去 此次关于如何抉择 内部的争议 便反映了自由联盟 内部派系之分 权力之争的潜在威胁 何等严重 星空神山的山顶 有一座独立山峰 名为石祖山 石祖山上 轰隆隆 周围时空变色 粗大的电蛇滚滚 气氛无比压抑 一阴阴显现的 蜿蜒庞然大雾 在石祖山上 人类 好大的野心 星空石祖 发出低沉愤怒的声音 石祖 我等该如何抉择 石祖 我们便让那人类阵营 知道我星空巨兽联盟的厉害 他们既然不愿意交 那我们就想办法逼得他们交 在周围 一鸣鸣宇宙之主聚集 他们一个个也很愤怒 人类竟然敢这般答复 真是找死 人类 曾诞生过元祖那等存在 骨子里本就有着傲气 现在他们族群内的罗锋 又得到断东和一脉传承 又怎会不生出巨大野心 星空始祖 缓缓道他们岂会轻易交出最高站立的修炼方法 本以为在绝对困境下 他们会妥协 没想到还是不愿交出 星空始祖也愤怒 他本以为和罗锋也算有些交情 加上罗锋如今的地位 在人类高层有很大话语权 在这基础上 他又亲自去和罗锋商谈 给足人类面子 本以为这样人类或许会将修炼到宇宙最强者极限的经验方法传于他 可事实是 人类还是不愿交出 只愿意给予如何成宇宙最强者的远古文明修炼指引 师祖说吧 我等怎么办 师祖不能让那人类好过 师祖 一头头星空巨兽发出怒吼 星空巨兽大多天性试杀 极为骄傲 他们提出条件 人类却不答应 只愿给出部分 这自然令他们愤怒不满 别急 还不急着抉择 以人类的个性 即使联军阵营战胜 恐怕他们退缩到初始宇宙 都不会交出传承的 星空十足缓缓道 我们等待 等待机会 等待人类陷入真正绝境时刻 我就不信 他们真不急 若是到最后时刻 还不肯答应我们 那我们就在最后时刻 加入联军阵营 令他们败得更惨 是 人类 人类 一鸣鸣星空巨兽都吼叫着 他们中和 其他族群宇宙之主 有些或许有交情 可是在牵扯到 整个族群的利益上 他们都是毫不犹豫 站在自己族群的角度 就像罗锋也认识很多朋友 可此刻他 同样站在人类族群角度 族群的生存 战争 就是如此残酷 人类族群 给自由联盟 祖神教 星空巨兽联盟 独行最强者们 都一一答复了 任何一方 都不可能完全满意 人类疆域 原始秘境 我们的答复 他们中肯定有些很不满 不过他们必须面对抉择 选择联军阵营 即使战争 都可能得不到 丝毫传承讯息 选择我们 即使战败 都能获得部分传承讯息 罗锋站在千宝河的上空 旁边则是黑暗之主 黑暗之主点头道 对 所以情况应该不会太糟糕 估计还是会有势力投靠我们的 嗯 罗锋点头 即使我人类族群暂时发展减慢 可要不了太久 照样能迅速崛起强大 对 混沌城主也充满自信 去 罗锋一挥手 顿时一尊九层塔楼 从掌心飞出 迅速飞到了远处千宝河的中央 大 大 大 罗锋立即操控着星辰塔 轰隆隆 星辰塔开始迅速地不断变大扩张开来 高度也不断增加 上一公里 十亿公里 百亿公里 带着整个星辰塔的塔楼边沿 一直扩张到靠近远处的罗锋居住的那座宫殿时 星辰塔才终于停下 开始布局吧 罗锋道 走 我也得看看这场景 这线汉场景不看 以后可难得看到了 黑暗之主笑道 罗锋一笑 走 一脉搏 他们俩便直接飞到了威俄星辰塔的底座边缘处 那里正靠近罗锋居住的宫殿 二人直接进入宫殿内 很快来到内部一鸣镜巨大密室内 黑暗寂静的密室中 其中一面墙壁上正有着巨大的精美雕刻 整个雕刻约有十万公里高 毕竟这些宫殿乃是给宇宙之主居住 宫殿本身自然就无比威俄 用来修炼的密室自然也足够大 一面墙壁高度十万公里也很正常 看似正常的精美雕刻 实则乃是通道入口 神国传送固定通道已经建立 罗锋指着墙壁上的雕刻 这里便是其中入口 直接连接我的神国 走 罗锋一迈步便碰触在墙壁上 墙壁泛着一丝波动 罗锋整个便进入了 黑暗之主也跟着进入 星辰塔内有摩杀族分身坐镇 自然能轻易操控星辰塔 也不担心 无尽广袤的神国 轰隆隆 无尽幽海汹涌澎湃 在幽海的上方 竟然半空中悬浮着一光幕 光幕中走出两道身影 正是罗锋和黑暗之主 这就是你的神国 黑暗之主环顾周围 唏嘘感叹 不错 罗锋也笑着点头 自己的神国已经达到极限 再进一步便是小型宇宙了 如此强大的神国 就算宇宙最强者也不敢闯进来 所以到了现如今罗锋这层次 神国已经没有丝毫隐藏的必要了 你这无尽幽海神体 黑暗之主俯瞰着广袤的无尽幽海 眼中有着一丝羡慕 厉害啊 有这样的神体 神力还真是源源不绝了 运气 罗锋一笑 一是自己夺赦了金角巨兽 二是当初自己选择的血液 是金角巨兽孕育承受的一个极限 若是超出极限也根本无法孕育 三 自己有九节密点 才能将原本潜力一般的血海 基因层次上不断提高 潜力才从皇子层次 达到了那九幽之主层次 这运气 不是想要就能到手的 黑暗之主轻轻摇头 罗锋一笑 那我开始了 罗锋看向无尽幽海 意识开始操纵起来 顿时无尽幽海海水汹涌起来 只见海水仿佛一条蛟龙 直接飞起 冲入那光幕中 轰隆隆 沿着那一光幕入口 汹涌的幽海海水 在疯狂地朝通道另外一端滚滚冲去 而原始秘境 罗锋修炼的那一密室的雕像墙壁 也是疯狂地涌出大量的幽海海水 雕像墙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